这个大美妖阿花准备去参加生日宴 她走到一条阴森森的隧道 里面单独摆放着一个八音盒 播放着生日快乐歌 阿花以为是朋友导弹想吓唬她 四处呼喊 但没人回应 隧道的灯光闪烁一场 气氛逐渐深远 等她上前查看的时候 一个面具男突兀出息 把她吓了一跳 阿花问她有什么事吗 但是对方并没有答理 这时候阿花心里有些发毛 但还是强撑着说 再不走就报警了 面具男跑了 阿花赶紧秒头离开 手里还拿着一把匕首 阿花惊慌失色 刚跑出去没几步 就一个狗吃屎摔倒在地 回过头来 面具男再次消失 就在她寻找面具男的时候 镜头一转 阿花在别人床上醒来 此时的她处于懵逼状 难道是自己做了梦呢 男孩在一旁介绍自己 但阿花下意识就说出了她的名字 卷毛 阿花很头疼 问她有没有止痛药 卷毛慌乱寻找 但是阿花又准确地说出了药的位置 卷毛惊讶地说 你怎么像之前来过一样 阿花也不知所以然 随后又似乎想起了什么 她转头看着 阿花头越来越痛 她下楼 飞锁男盯着她的胸 满眼唇光 四眼妹询问她 怎么看待叙利亚问题 路人被她的美色迷倒 等她走过拐角的时候 一个小迷弟显示 阿花问她今天星期几 小迷弟说是星期一 这个星期才刚开始 阿花疑惑地走开了 回到宿舍 她觉得室友待会会拿出小蛋糕 为她轻声 果不其然 阿花顺手把蛋糕放到了一旁 走出去 来到聚会上的阿花 愣愣出神 感觉这一切自己都经历过一样 到了晚上 阿花准备去父亲那里 参加生日会 她走过楼梯 来到隧道前 里面赫然摆放着那个八音盒 阿花十分害怕 她果断更换前往宴会的路 顺利来到宴会上的阿花 却发现房门被锁 怎么也打得开 四周漆黑一片 空无一人 等她再次转头 但是这次是朋友们的恶作剧 大家看得一脸懵逼 她赶紧向被打的小帅道歉 小帅说 只要单独来我房间里做个游戏 我就没事了 随后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阿花表情羞涩 小帅的笑容玩味 然后 小帅按下开关 把声音调到最大 开始自己发五七 阿花看到她的操作瞬间无语 转头拿出手机 而就在她看手机的时候 真正的面具男出现了 她对着小帅连同十几刀 在声音乐声太大 阿花没有听到 等她转头 看到了面具男 有小帅又在吓她 阿花不想再跟这么无聊的人待下去了 就当她准备离开时 面具男拿出沾满鲜血的匕首 阿花意识到不对 月光看到一旁小帅的尸体 阿花惊声尖叫 撒腿就往门外跑 但是还没来得及出去 就被面具男一把抱住 摔在了床上 阿花的手被死死摁住 这是一个醉酒的同学打开了门 看了眼床上的两个人 又默默地把门关了 没什么意外 阿花再次从床上醒来 时间反转 她急匆匆地下楼 阿花现在害怕急 因为她知道 有一个人在随时等着杀她 突然喷水的花洒 都能把她吓一跳 回到宿舍 阿花盯上了窗户 又拿柜子动住房门 做完这一切的她 才觉得有点心安 她决定哪儿也不去 就一直待在房里 突然房间传来异想 阿花拿起一把锤子 开始检查房屋 但是这个时候 面具男已经偷偷地出现在她身后 一阵搏斗 阿花不敌 直接被匕首冻穿 再次从男孩床上醒来 现在的她已经濒临崩溃 四周所有的一切 都让她精神恍惚 阿花头痛欲礼 好在这时 卷毛找了出来 阿花一把抱住她 她跟卷毛坦白了这切 虽然卷毛觉得这很不可思议 但是还是给出了建议 既然阿花能够无限复活 那么只要排查身边的每一个人 找出凶手 或许就能解决这一切 阿花也觉得这样可行 于是她拿出了自己的笨择 开始挨个进行排查 首先就是一直暗恋自己 又得不到自己的小女帝 她偷偷摸摸地来到小迷地的屋外 到了之后才发现 这个小迷地竟然是个gay 又是一宗大八卦 可等她再次转头的时候 面具男出现在她身后 一刀递过来 阿花被捅死 第二次醒来 她已经彻底防飞自我 反正也没人会记得 于是她决定让身体的每一部分 都沐浴一下阳光 晚上她来到死对头这里 在发现她没有嫌疑之后 刚准备离开 面具男就从后面扑来 两人落到水池中 阿花被淹死 第三次醒来 阿花找到了闺蜜大美 两人曾经为同一个男人 发生过争执 他们一言不合就扯头发 女人们的战争 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话 两人扭打到马路上 一辆货车驶来 阿花被撞死 她再次醒来 在各种司法都尝试过之后 阿花觉得这根本心不痛 但等她刚准备出门时 两爷一抹黑 跑了下去 醒来已经在医院了 医生告诉阿花 她的身上有多出致命伤 按理说 阿花应该死了才能 随着身体越来越虚弱 阿花意识到 如果自己再这样下去 迟早有一天会真的死亡 阿花心想 惹不起我还跑不清 她趁着医生去买饮料的间隙 偷偷潜入医生的办公室 想要偷她的车钥匙 开车跑路 她左翻右翻 却意外地发现了 医生柜子里放着那个面具 阿花惊了 就当她以为医生就是凶手的时候 面具男凭空出现 一刀结果了医生 面具男和阿花 两人展开生死时速 阿花冲下楼 来到医生的车上 面具男也跟随而至 一圈砸开车窗 死死地掐住阿花的脖子 还好阿花及时一脚油门 车子瞬间加速 甩开了面具男 化解了这场危机 他飞快地把车抬到马路上 还没等他高兴 就从后面赶来一个警察 以超速的名义要逮捕他 阿花转念一下 逮捕也就等于自己会去警察局 这太好了 阿花毫无抵抗地将双手奉上 还没等警察开车 面具男就追上来撞飞了警察 看着手被扣起来 毫无反抗能力的阿花 他默默地点燃汽车 再次醒来的阿花已经疲惫不开 他累了 决定和卷毛吃点东西 等待死亡算了 这是电视里插播一条新闻 专门杀女生的精神病 跑哥已经被抓紧了医院 现在由警方看守 回想起上次面具男在医院出现 他认为一直追杀他的就是跑哥 连忙起身来到医院 但还是晚来一步 警察已经被干掉 而跑哥已经抢下了警察的枪 阿花连忙跑步 来到电梯口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电梯失灵 跑哥已经追了上来 同时摘掉了自己的面具 跑哥决定要一枪解决了阿花 就在这时 卷毛冲了出来 一把扑挡了跑哥 阿花捡起地上的枪 但是子弹没了 跑哥当着阿花的面 拧断了卷毛的脖子 阿花夺命狂奔 来到一个小黑屋内 他一个投袭 打倒了跑哥 正准备痛下杀手的时候 突然想起 如果自己现在杀了他 雄关结束 卷毛也就真的死了 反正现在已经知道了位置 再来一次又合法 于是他给自己戴上头绳 轻面地对跑哥说 再次醒来的阿花 心情无比一远 他摘下了猥琐男的眼镜 跟四眼妹讨论了叙利亚问题 提醒小情侣 马上就要洒水了 找到小谜底跟他说 要直面自己的性取向 勇敢地做自己 小谜底大受鼓舞 晚上来到医院 扎了一个帅气的马尾 威胁警察夺过了枪 来到跑哥的房间 正准备开枪结束这一切的时候 他突然醒了 阿花急忙开枪 却发现保险没管 跑哥用枕头打掉阿花手里的枪 站起身打得阿花落花流水 但是阿花早就做好了冲突的准备 他计算好了医院停电的时间 灯光骤然熄灭 阿花瞬间出现在跑哥的身口 再次拿起了枪 关上保险 一枪解决了跑哥 终于结束了 阿花找到了卷毛 准备和他过自己的这个生日 他们一起吃了室友送的小蛋糕 就这样睡了过去 醒来时 阿花发现自己又在卷毛的床上 他彻底崩溃了 卷毛愣在原地 阿花回到宿舍 收拾所有的行李 他又离开这个鬼地方 正是室友拿起小蛋糕 祝他生日快乐 归向起最后一个晚上 自己就是吃了蛋糕才睡死过去 这样一切都又说得通了 室友本就在医院上班 他给跑哥注射药物 让跑哥成为完美的剃嘴药 掩开隐瞒不住的室友 恼羞成怒 将一切全盘拖出 两人你来我往地打到一起 阿花再次被安倒 趁着室友分神的见习 他拿起蛋糕就往室友嘴里塞 室友被蛋糕轻损的脸跑 随后阿花招转时机 一个双脚灯 向室友踢出窗外 室友摔死 阿花的生活 从此回归正规 全篇飘忽不定的剧情设定 让整部片子 变得有趣 好笑 又吓人 绝对是闲暇之余 必看佳片